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王老吉跟著知府的家人從監倉到知府大縣 米體的慶州是十年久災 但這座知府豪宅是非同一般 正所謂亭台樓閣雕動畫樑 小橋樓水假山蝶象 富麗堂望得來又清秀進雅 穿過了幾棟大門 王老吉就來到知府的鵝室 他是第一次見到知府大老爺 想不到這一位正午品的堂堂周官孫子玉 射了那身錦袍之後 竟然是這樣的專用 肥頭得耳,蒜頭大鼻,兩片厚厚的嘴唇 十足就像豬拱食那樣 他現在已經病到躺在床上了 見到王老吉走進來,只是隨便摸著頭就算了 一日家人就拿了一張椅子過來 擺在孫子玉的床前 請王老吉坐下為他把脈 那王老吉呢 就用三隻手指搭在孫子玉的手腕之上 左右都診過了 又看了他的舌頭,然後問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不舒服呢? 孫子玉就有氣無力地說了 本府從昨晚開始就頭暈眼花 又吼又吐,周身都沒有力 都不知道是什麼病 這些是瘟疫的前兆 大人,你是不是明知顧問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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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都感染了瘟病啊? 那有什麼奇怪的? 瘟疫是沒眼的嘛 他並不會因為你是支府大老爺就不癡你的 嘿嘿,那就死了,死了 照你這樣說 我...我...我...我還有沒得救的 我會不會死的 大人 你是想听真话呢 还是想听假话 孙子又就挣扎着坐起来说 我 我当然想听真话了 你想听真话的 那我照直说的 大人 你还有什么未了之事 趁着现在神志还算清醒 立刻找人记下他 日后就可以正式作为围捉了 大胆点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本府说话呢 又是你说要听真话的 那我就照直说 那照你这样说 本府 就真的死硬了 赵大人的墨像 看怕是熬不得过今晚三更 孙子又一听 立刻压手捉住黄老吉的手 眼泪鼻涕一起涌出来 就这样说 黄老吉啊 我不想死啊 不想死啊 老吉千山 哎呀老吉大哥啊 人人都说你是菩萨心上 神仙的手段 而且你还有祖传的秘方 我怎么可以起死毀山的啦 对吧 对吧 你怎么可以起死不救呢 我求下你 求下你啦 王老吉忍不住,笑出來說 原來孫大人你起清我的底子 那就是說,如果我想醫不好大人你的病 大人去到陰曹地府都不會放過我這樣說 當然啦,我明知道你會救回我的 一定會救回我的 大人,事到如今,我們就不怕擺白來講 我祖傳的徐溫之藥,給賤人用,它就是賤家 而給貴人用,它就是貴家 不知道孫大人,你捨不捨得血本換一條命回來 孫子玉一聽到這裡,馬上就圓形不露 什麼?你想鵝渣本府?不敢 你們這些有錢人就是這樣,想說要你們的錢 比要你們的命還要艱難 王老吉說到這裡,就是起來講一講話 告辭吧 孫子玉見到王老吉真的要走 連場就命令下人攔著他說 慢著,你別走才行,我只是說一句玩笑,當然醫病重要,如果連命都沒有,要錢做甚麼才行? 好吧,你儘管開個家吧。 黃老根就重新走回知府大人的床邊說, 對,這樣就對了,我跟大人照直說,你這個病想要治好其實也不是那麼難,只是需要施施一些藥材來供奉藥神娘娘,那藥神娘娘一開心,再吃我和你開的三劑藥,馬上就可以轉危為安。 孫子有個似信非信,他說,那就是說,你只是要藥,不要錢嗎? 是啊,我只是要藥。 唉,你早說了,有甚麼這麼艱難?我答應你就是了,你派人去天章大藥房拿就是了。 黃老根就馬上遞了一張紙過去說,麻煩知府大老爺,你寫一張字句給我,口講無憑,立字為句吧。 我又不懂藥,我又不懂藥,你要我寫甚麼才行? 那你就寫,為供奉藥神娘娘,請天章大藥房提供藥材藥乾,這樣就可以了。 孫子玉拿著筆,停著說,藥乾?你藥乾是甚麼意思?你不會出甚麼狡惑吧? 孫子玉還在猶豫著,應不應該寫的?但他的肚子又痛到典藏典脂了,即是想不寫都不行了。 哎呀,好啦好啦,你說藥乾就藥乾了。 好了,看完病之後,黃老根就拿著孫子府的手禦來到天章大藥房。 這間天章大藥房,是慶州地界最大的藥店,不單只是經營草藥,而且還經營成藥,劏劑飲片,遠省高丹,一應俱全。 就連很少見的東蟲夏草,長白山芯,藏紅花,以及京城老志豪的安宮牛王院,綠味地王院,喀哩喀拉,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藥店老闆何天章,雖然對藥說不上是甚麼精通,但在經營之上,他是非常老道。 他精打細算,不理你是甚麼黑道白道,只要可以發財的,他都削尖的腦袋去做的。 不用幾年,他竟然可以把一個小小的藥店打造成了一個大藥行,不單只變成了慶州府的富甲權貴,而且還打通了專為工女頭工藥的京城祭世堂的關係。 但是,只是憑這一點,慶州府的大人小孩都不敢看小他。 這次瘟疫發作,人人都苦口苦臉,憂心忡忡。 但他是他一個人在屋裡偷笑,甚至乎有傳言,說他暗中還為瘟臣燒了住香,多謝瘟臣帶來了滾滾的裁員。 好了,王老吉就快來到天章大藥店了。 他看到有很多人圍在門口,原來是何天章正在推銷他的新藥濟世徐溫苑。 只認他口水花噴噴噴的嘛。 你們知不知道我這些藥丸裡頭有什麼成份啊? 聽實啦,裡頭有龍乾鳳水,虎骨蛇香,全部都是宮廷秘方天下真希啊。 只因嶺南流行蚊疫,北京濟世堂總藥行的大發慈悲, 特地從進攻王家的庫存裡頭緊急地運一批,專門供應我慶舟百姓。 你們有福啦! 那有人就問,那要幾錢一盒的? 賀天章就把那些藥舉過頭頂,搖了搖。 不貴的,一點都不貴,只要二兩銀一盒而已。 為官的百姓馬上叫苦連天啊。 哇,這是什麼藥來的啊?這麼貴的啊? 那我們是吃藥啊,還是吃銀兩啊? 賀天章就馬上不高興了,他說, 哼,收你們二兩銀還說叫貴。 告訴你們啊,這些藥的成本價是五兩一盒的。 啊,我賀天章會賣出一盒,就要靜蝕三兩之謀。 我都沒有叫冤枉,你們在這裡吵圈巴閉。 現在是國難當頭啊,我們大家要同舟共濟。 你們還有什麼這麼好抱怨的呢? 王老吉聽到這裡,就走過去說, 真是一個憂國憂民,韋家輸爛的賀老闆啊。 好了,你這批藥我全部要了。 賀天章看了王老吉一眼,擺了擺手話了。 車車車車車,你這個死人爛鬼狼鐘, 還夠膽來到我這裡跨海口。 我告訴你啊,賀老闆,你不要狗眼看人低啊。 我不單止要你這些成藥,我還要你那些藥材。 黃老吉說到這裡,就拿了那張清單出來,遞給賀天章說。 你給我趙丹執藥。 賀天章就接過來。 屬地二十斤,黃蓮二十斤,麻黃二十斤,黃帕二十斤, 蓮橋二十斤,支母二十斤,薄河二十斤。 喂,你要這麼多藥,有沒有現銀給的啊? 黃老吉就拍拍心口說。 如果我沒有現銀,還敢來你這裡拿藥嗎? 賀天章說眼睛轉。 那好啊,你拿些銀票出來給我看看吧。 我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那黃老吉就拿了一張紙出來說。 你看看,這一張是知府大人的親筆手語。 知府大人的說話,難道還不頂用過現銀嗎? 賀天章連續接過來,望了眼就說。 知府大人的手語? 知府大人會給你手語嗎? 不可能,你這張肯定是假的。 賀天章說到這裡, 趁著黃老吉一個不防備, 就把知府大人寫的字句搓上一塊, 吞進肚子裡頭。 黃老吉見了,就伸手去搶。 但是賀天章很艱難地把那些字條吞進肚子裡, 然後說。 嘩,這雲好了,你沒辦法了,是不是? 誰知道黃老吉淡言一笑地說。 哈哈哈哈,我早知道你會出這招骯髒的東西。 告訴你,真正的字句還在我這裡,看看吧。 。 賀天章這一魂真是激到他頭殼頂飆煙了。 他還想阻攔的。 但是黃老吉呢,已經帶著鄉親衝進藥店裡頭。 黃老吉大聲說。 各位鄉親,知府大老爺體恤民情, 你們需要什麼藥的就儘管拿。 有病醫病,沒有病防病, 千萬不要辜負了知府大老爺的一片愛民之心。 賀天章好像發癲一樣,連隨召集藥店的掌軌啊, 伙計啊,家丁等等進行阻攔。 但是從哪裡攔得住才行呢? 好快脆啊,藥架上面的藥呢,就被拿到凶凶如也了。 賀天章眼看著建材化水, 真是生氣到他頂提頂爪, 乖乖乖乖走去找孫知府了。 知府大老爺孫子玉, 他喝過了黃老吉開藥之後, 出了身汗, 就覺得舒服了很多了。 現在呢,正睡在一張搖搖椅那裡閉目養神。 這時候, 賀天章急急地衝進來說, 哎呀,知府大老爺, 你答應了黃老吉什麼才行呢? 你真是害死我咯。 但是孫子玉呢, 根本就不當賀天章他說的這些是什麼一回事。 他照樣是閉上眼睛說, 哎呀, 別這麼吵啦, 他不過是一個鄉下佬而已嘛, 又沒見過什麼世面。 他現在只不過是拿了你的藥材而已, 用不用這麼大驚小怪呀? 大人呀, 他拿的不是小小呀, 他是起清了我家藥店的藥材呀, 知不知呀, 是整間藥店呀。 孫子玉這樣才睜大眼睛? 那有什麼奇怪的呢? 他說是要供奉藥神娘娘的嘛。 你想一下, 要上貢啊, 要用多少藥才行啊, 是不是? 哎呀, 他哪裡是供奉藥神娘娘啊? 是他自己就發變成藥神爺爺真。 孫子玉從搖椅上站起來, 還說, 你說的, 都是真的。 難道我會有半句假話嗎? 而且呀, 那個死人王老吉還得了便宜賣口乖呀, 逢人就說是知府大老爺你親自批的。 如果這件事傳出去, 那小人的損失是少呀, 老爺你的面子才是大呀。 孫子玉聽到這裡說火了。 雲匠, 這個土狼中, 竟敢棄農本官? 我決不放過他! 人是! 雅翼應聲而入, 黃老吉就跟隨著雅翼的身後也走進來了。 孫子玉和賀天章看到黃老吉都忍不住整個窒山。 黃老吉笑笑話, 師父大人, 你不是想傳我的嗎? 我現在不傳自道了。 孫子玉就擺走擺手, 叫賀天章下去先, 然後轉身面向黃老吉說了。 我問你, 你說你用藥來供奉藥神娘娘, 我相信你, 給了手如你, 但是你為什麼日工日白, 行遍欺詐? 你老實說, 供奉藥神娘娘, 用不需要用這麼多藥啊? 黃老吉就說, 哈哈哈哈, 我想師父大人, 你一定是聽了賀天章的殘言啊。 我告訴你, 他一提高的屁股, 我就知道他窩死還是窩尿了。 想不到師父大人, 你真是相信他啊。 哼, 黃老吉, 你不是以為你醫好了我的病, 就水鬼星成王啊。 你懂得做的, 就馬上還回那些藥給天章大藥店, 那我們就大家都沒事, 不是的話。 不是又怎樣呢? 你想跟我鬥這樣說了嗎? 我告訴你, 你未夠班啊。 黃老吉就說了, 那倒是呀。 如果說官場官道, 小人確實是人微然輕。 但如果說自病行醫, 那小人就被大人你略勝一籌了。 就像大人你這樣, 就是因為 及時服食了我的藥, 才從鬼門關那裡轉了一圈, 翻轉頭而已。 怎樣啊? 你現在剛剛才翻轉頭, 就過橋奔跳了。 就算我黃老吉是他滾油啊, 但是慶州的百姓, 領導了大人你慷慨發放的藥, 都在齊聲稱讚大人你的恩德。 你想一下, 你要花多少銀兩, 才能買到如此好的口碑啊。 但是孫子玉呢, 還是秒嘴秒蝕的嘛。 我告訴你, 你不要拿這些說話來欺負我, 我又不是三歲弟弟了。 我告訴你, 你如果不把拿走的藥, 還回給何天章, 那我就關著你, 關你的十年八載。 誰知道黃老吉突然大喊一聲, 哎呀, 糟了。 孫子玉一驚, 什麼啊, 什麼事這麼糟啊。 黃老吉又像馬上擺出一副輕描淡舌的樣子, 啊, 沒什麼, 你照一下鏡就知道。 孫子玉真的拿起面鏡照了一下, 便看到一副輕描淡舌的, 便連長問了, 對呀,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無端端在哪一副輕描淡舌的呢。 黃老吉不慌不望地說, 啊, 是這樣的, 我剛才忘記告訴你, 讓你服用的歇温藥女頭, 有藥就是火禽他, 原產地是在抓挖島, 大人你知道的, 禽拐是很暴烈的, 最喜歡鬥氣的 當地的土人經常療他, 令他整天鼓起整套氣 這樣又怎樣? 各位, 究竟這道火禽拐的藥, 和知府大人的病有什麼關係? 若知後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